我就气吕不凡 你说他这么大人 他要脸吗 你就说我们俩离婚才几天 他就找一个 你说你要脸吗 吕不凡 你要不要脸啊你 行了 你别摔了 你别生气了 行吗 这种事 吕不凡有了心也没那胆啊 你别 不用劝我 我跟你说 这婚姻离呢 我就轻松了 他爱干嘛干嘛 他爱找谁找谁 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 他就明天找一个零零号 我也管不着他 不是 那你也得九零后喜欢他才行吧 人家能喜欢他吗 你就说Visa吧 人家算了这个 零零后这边了吧 你说你喜欢李不凡这种 别把我瞅进去啊 我都不认识他 第二姐 你就不能说了 我劝你了啊 没有 谁气着我了 我都说过了 我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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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别生气了 他不是离婚了吗 吕一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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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出大话 你怎么知道 Visa跟你说啊 喂 弟儿 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啊 你说谁没出息呢 说你呢 她找一个女朋友 那你找一个男朋友不就完了 我要不是前一阵折腾你的事 我现在早就度蜜月去了 现在找也来得及 你找一男的 然后 你看她什么反应 如果说她被你气着了 那你们把她趁早复合呗 要不我看着都闹心 你怎么说话呢 谁要跟她复合了 谁要跟她复合了 我正好趁这个机会 我跟她一刀两断 我跟她 我跟她再也没有任何往来 我找一个优秀的男的 我气死她 我也是为了我自己 汪小璐 这话说对了 上道了 特别好 老白 是不连你也觉得我一直没翻片呢 这种事吧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反正总觉得欠吕不凡呢 现在好了两清了 互不相欠 不挺好的吗 谁觉得亏着她了 离婚是我的责任吗 你说说 你平平理 里面所有的事你最清楚 离婚是我的责任吗 反正我跟你说啊 以后我再也不会去找李不凡了 我这辈子 我跟她没有任何关系 我要再去找她 我就是你孙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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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